- 等等。 - 方總還有什麼要吩咐的嗎? - 沒的話我就先走了。 - 是你自己說過的,以後我們不要再見面。 - 對不起。 - 方總總,把他帶走。 - 你不就是想好這樣嗎? - 我承諾你。 - 没有,我錯了,我錯了,我錯了,對不起,我以後再也不會讓你看到我,你不。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错了我错了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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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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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去 放上去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下去 不能去不能去 为什么 对我多年看剧的经验来说 在这个时候你下去 结局只有一个 他一定会拆散你跟方龙的 如果你不同意 他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让你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让你为了钱 去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这种事情 从我就遇不到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难道我又出现婚约了 你闹够了吗 怎么进我家的 呃 我怎么知道 我一张眼就在你的房间里 你确定不是你把我弄来了吗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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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跑过来找他的 你的意思是 你们都已经分手了 你还在纠缠方楼啊 我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有事才过来找他的 什么事 我 等乌龟 你乌龟怎么了 他 他被你送回来的时候上途下险 你看他 所有才过来找你的吗 多少钱 什么多少钱 你不是说他病了吗 医药费多少钱 不是 不用 为了一只乌龟 就不打招呼闯进来 还要拿钱才肯走 柴小姐 你可真会做生意 我没有对你客气 是因为你可怜 但你三番五次的纠缠他 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你 江小姐 今天是我招呼不周 改日我会亲自找你 你可以先回去了吗 我有事和他谈 别忘了 你答应过我 会为我努力 还有 我希望你处理好 这些不相干的人 是 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把柴小姐的家庭背景 还有关于她的一切 都给我查出来 我没事了 先走了 站住 你以为 一只宠物就能糊弄我吗 原来 你都发现了呀 那你没有看见我是怎么进来的 或者说发现什么其他奇怪的地方 别装了 你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偷溜进来的 我真没想到 你连一只宠物都能利用 我都说了那只是意外 要不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会在你约会的时候跑进来吗 我倒是想问你呢 你没有我的钥匙 你怎么进我家的 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 打算纠缠我到什么时候 谁纠缠你了 谁纠缠你了 我要是想纠缠你 我直接把你绑起来扔床上 直接动手不就好了吗 至于这么麻烦吗 好 好 多准备 不订是一个人 我都跟你说过 你做的一件事 你打算是一个人 我都会走到一件事 我都说了 我先知道 我如果真的想过 你辩押了 你还会觉得 在那你 老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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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双 湘七 湘七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 为什么我一见到他 我的超能力就不受控制了呢 这么一想 好像前几次也跟他有关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每次出问题 不是有人跟你提巴勒 就是你们见面 你说 会不会是他让你紊乱的 不可能啊 他一个地球人 怎么能控制得了我 不是他控制你 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你没发现 你已经越来越在乎他了吗 不行不行 我必须把他忘了 这两天有点事 可能去不了公司了 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儿子 烈儿 妈 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哪那么多事啊 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小区找我请假 最近不来公司了 那他们俩分手了 那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估计是吧 妈 您之前也应该试过练吧 您都是怎么治好的 瞎说什么呢 不过妈告诉你啊 不管他们俩怎么弄 你都不准掺和 听到没有 妈 那小七是我朋友 我帮他怎么了 再说 宁可之前答应过我 不会为难我哥跟小七的 宁可别反悔 当然不会啦 不过 听你的意思是 他们俩 真的恼烦了 算是吧 怎么了 没什么呀 没什么呀 对了 妈煲了你再也喝的汤 赶紧收拾收拾 下来喝汤啊 怎么说一半就没了呢 你这是干嘛呢 你不是说我在乎方龙吗 我现在就把他借了 这可是我特意查的脱敏治疗 只要呢 我每天看着他 我就会形成一种抵抗力 这样我就不会失控了 那姜雪呢 你把他弄来干嘛 他是蛊固治疗 只要我看着他 我就会提醒我自己 他爱的人是他 我就不能再想他 嗯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看啊 不 我不光要看着 我还要想呢 他饿的时候 他 会拎着外卖去找他 然后喂给他吃 他们两个呢 要手牵着手 一起去逛街 买衣服穿 在他冷的时候呢 他呀 会一把把他抱住 这些都是风冷跟你做的吧 可这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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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静平静平静 我可是外星人 怎么能被地球生物影响呢 不可以 武器 我吸气 吸气 清爽多了 欢迎光临 真没想到 您可以亲自光临本店 我们真的太荣幸了 你认识我 现在还不认识 不过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认识的 您瞧瞧您的皮肤 您的气质 您的打扮 您的身材 这保养 那肯定是事与有成 生活在富豪家庭的贵族啊 如果我没查错的话 柴小七是住在这儿吧 对啊 让她出来见我 我终于等到您了 当初小七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她一定出身不凡 您就是小七的亲妈对不对啊 你说什么呢 我们方家可没有这种女儿 她人呢 让她出来 方家 小七啊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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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啊 你这是干什么的 柴姐啊 你要控制住你自己啊 你看看我 就很淡定 我跟你说啊 那个方朗她后妈在楼下了 说要找你谈一谈 好 我 她要找我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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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谈什么 找我谈什么啊 她要找我谈什么啊 你刚才不是说 要淡定吗 要安静吗 人家都已经到楼下了 我淡定什么了我 可是 我也没见过她啊 她为什么找我谈话呢 不行 我刚拒绝过她 不能老找她 再说方雷她妈就是个普通人嘛 又有什么好怕的 不能去 不能去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下去 不能去不能去 为什么 对我多年看剧的经验来说 在这个时候你下去 结局只有一个 她一定会拆散你跟方雷的 如果你不同意 她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让你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让你为了钱 去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 这种事情 从我就遇不到了 听说方冷跟你分手了 你没事吧 干嘛 你要给我钱啊 哎呀 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 你想要钱是吧 没问题呀 我可以满足你的 难道柴姐说的是真的 为什么 不就是一点补偿嘛 你看 你跟方冷在一起 你你能不能别提方冷啊 你一提她我就 我对她过敏了 太可怜了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 竟然被害成这个样子 不过你放心吧 阿姨会替你主持公道的 你要干什么 不是说到钱吗 只要你配合我 你要多少钱 阿姨都会给你的 配合什么呀 你看 你跟方冷在一起那么久了 一定知道她不少事情罢了 比方说 她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再比方说 她得病之类 好了好了 你想多了 方冷她什么错都没有 就是不喜欢我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了 真正有病的人是方冷 你只不过是为了帮她隐瞒 才跟她在一起的对吧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反正 我是不会拽你这种钱的 等等 你看看 你都跟她分手了 你干嘛还要维护她呀 想想 之前 你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她一脚把你给踹开 而且 她都把你给忘了 阿姨知道 她都跟你翻脸了 接下来 她会想尽办法地赶走你 你看看 一个女孩子家 一点依靠都没有 只要你把她的命文说出来 阿姨保证 以后啊 你就衣食无忧了 别说了 我答应你 这就对了嘛 你见了方冷的爸 就把事情说清楚 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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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劫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也不能怪你吧 不过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 怎么跟以往的剧情 不太一样呢 人呢 最近宣传的费用了 我希望你们宣传部门尽快处理好 这样进去肯定会被他冲骂一顿 怎么办 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散会吧 疯了 我这次真的有事找你 你能不能听我说一下 方总 方总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通知保安部 以后不要让乱七八糟的人进来 是 方总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但是我这次真的没有胡闹 这说话不方便 你能不能听我说完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方总 这个愁方冷 害得我连超能力都用不了 怎么回事 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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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办 七点晚 怎么这样 都几点了 小七怎么还没回来啊 方冷 方冷 你回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你喜欢吃的蛋糕 告诉我 今天方冷有没有怪你啊 太好了 快点吃一口蛋糕 她根本就没理我 什么 怎么会这样子啊 按我多年的经验 她这个时候 不应该帮助你一起去反抗她的家人吗 也不怪她 货本来就是我自己闯的 当然要我自己解决啊 只是我太依赖她了 一着急 就想着去找她 柴姐 你说我要不要直接跑路了 方烈他妈找不着我 不就没办法了吗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她妈妈现在想对付的人是方冷 就算没有你 她也会利用其他人的 你总不想看到方冷出世吧 我才不在乎她呢 谁让她先不理我都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啊 爱情是要无私的 爱情是最伟大的 最宽容的 真正的爱情 无论对方怎么虐你 你都会 无条件地为她付出 查姐 说人话 说人话 就是让你紧紧地抱住方冷的大腿 懂吗 不会的 就算我去帮助她 她也不会感激我的 我在她心里 不过就是她想擦掉的一个污点而已 难道你不想证明你自己吗 姐告诉你 一个女人的价值 不是靠别人给的 而是靠自己活出来的 就算不是为了方冷 难道你不想在她父母面前 昂首挺胸吗 柴姐 你说得太好了吧 我以前怎么没想过女人思想这些问题呢 不对 我本来也不是地球人 我是来自开普敦星球 我是被孵化出来的呀 我们星球上 听听听听 反正你听我的没有错 明天啊赶快去见她爸妈 跟她们解释一下 方了是无辜的 这样的话呢 也能为你今天的过失做一下弥补 突然被你这么一说 好像有点思路 是她 她来了 我听说你有些关于方冷的事 想告诉我 对 之前呢 之前是她主动跑来告诉我 说方冷有问题 我怕你不相信 就让她亲自过来跟你说 反正 你们不就是想知道方冷的问题吗 我今天过来就是来解释的 说吧 给我 什么 好 钱呢 你想让我开口 没钱能行吗 长辈面前不能无礼 你要敢胡说 我低刻饶不了我 只要你老实交代 我不会亏欠你的 这还差不多 我之前为什么会跟方冷在一起 你们知道了吧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钱呢 你看我 像是那种正经跟人谈恋爱的人吗 我找方冷 当然是为了帮大款呗 我们要听方冷的问题 你说这些干什么 这就是方冷的问题啊 她也太抠了吧 整天就知道把心思放在公司上面 根本就不陪我花钱 你看看我 整天出卖情感出卖青春 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不就是找个顽固的富二代来陪我败家吗 她可倒好 天天就知道工作 一点情趣都没有 你说什么呢 这是方冷的问题吗 对啊 我本来就是因为这个才跟她分的水 要不然 方冷那么的帅 又有能力 又有责任心 又有事业心的男人 我为什么要跟她分手啊 方冷 真的是没有其他问题吗 反正妖怪你就过要拜金好了 方冷没问题 你胡说 之前你不是说方冷有病吗 到现在了 你还替她隐瞒 没错啊 她是有病 我儿子怎么了 其实我不应该出卖她的 说呀 其实吧 方冷她 她确实有那么一点 心理上的问题 她 她 她 失眠 她最近精神压力特别大 根本就睡不好觉 你说说你们这些当家长 怎么回事 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亏得她还天天想着帮你 这就是你说的大问题吗 之前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我这不是关心小冷吗 好 这样吧 一天之内 我会叫人把钱打到你帐上 不过呢 从今天开始 不准再纠缠方冷 知道了 等等 你 竟敢耍我 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看在方烈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 反正我今天说的话都是真的 你爱信不信 你以为你替她隐瞒 她就能重新接受你了吗 告诉我 只要有我在 你休想她进方家半步 那我也警告你 如果你再敢害方烈 如果你再敢威胁我 那我也不会放过你 别以为我怕你 你 好 救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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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方总 这就是江小姐 约您见面的奶茶店 真的 怎么签的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关系 是我来早了 再说 你肯来见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之前在我家看到的一切 我今天就是特意想来跟你 别道歉 这算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你就没想着为我准备些什么吗 逗你呢 还是这么木囊 那时候 我们经常坐在这个位置上 一坐就是一整天 你老是一本正经的 什么话都不肯说 但很奇怪 你越不理我 我就越想靠近你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不变的感情 就算是亲情 就算是你想记住的吗 但时间久了 关于她的一切一样会褪色 就算我们之前很相爱 但这么多年你为什么还是一直记住我 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 你有的我一样都有 你没有的我甚至可以帮你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优秀的人 我相信在你的身边 应该也没有人可以替代我 你不觉得我们天生就是一对吗 天生一对吗 我知道 你不相信虚无缥缈的爱情 我也不信 爱情 就该是强强联手 只有足够优秀 才能彼此吸引 不是吗 先点东西吃吧 韩助理 你说这世界上 有没有理由的爱情吗 没 没有理由 有些人你明知道她很好 但偏偏不想靠近她 但有些人明明知道她从头到脚都是缺点 却总是想靠近她 方总 您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喂 什么 方总 刚得到消息 小七 柴小姐 今天去见董事长了 我爸 他们为什么会见面 不清楚 不过 据说是夫人安排了这次会面 而且事后 他们给了柴小姐一大笔钱 来 事情解决完了就是事 真可惜 你怎么过来了 给我过来 喂 去哪儿啊 芳朗 这 去 去干嘛呀 你为什么要见我爸 你还知道问啊 我上次追的你一路想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你少废话 是周思琴指示你见我爸的吗 是啊 他想让我把你的病情说出来 我 我当时 确实是因为有点特殊情况 就先答应他了 不过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啊 我答应过你要帮你保守秘密的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从我事宜到现在 你答应过我的事 你一件都没有做到 你为了纠缠 卖乖 撒谎 给我下药 现在居然还闹到我家人面前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我没有出卖你 我为了掩饰你 我还在你爸面前装什么败鸡女 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问清楚 就骂我呢 别说了 我看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钱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既然我爸拿了他多少钱 那是我凭我自己本事骗来的钱 他愿意给 我凭什么不能收啊 好 很好 你去哪儿啊 我没跟你吵完的回来 方总 方总 通知董事长 我要见他 是 是 站住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背叛你 出去 我不准你误会我 通知保安课 马上给我上来 你答应过我 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相信我 你忘了是不是 我让你滚 是 方总总 把他带走 我来不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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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 我来不见你 我来不见你 你不见你 我来不见你 你怎么还会 我来不见你 来 难得回家一起吃饭 不用了 我只想问您一件事 问完就做 你看你这孩子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来来来 坐下再说 如果您真想见我的话 直接通知我就好 何必要牵扯无辜的人呢 有什么想问的 说吧 您到底想知道什么 为什么要找柴小琪 那要问你啊 一听到消息就急着回来 我只是不喜欢你怀疑我 你是担心那个女的出卖你 你怕我见她 怕她在我面前露出真面目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 为了几分钱 就削渐了脑袋接近你 说要见我还不是为了要钱 我说你这么护着她 你知道她怎么看你的吗 在她眼里 你只不过是她往上爬的工具 利用完了你就一脚把你踢开 也不踢自己窝囊 她说 她利用我 踢开了我吗 没错 不过 她还是有点自知之明 拿了点钱就走了 儿子 我说你以后别再找这种 不三不四的女人了 站住 她说你最近工作很忙 有点失眠 要我关心关心你 你如果真的很累 就告诉我一声 爸 谢谢你 这些话真的对我很重要 我只关心了她两句 她就感动成这样 我讲到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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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让你帮我去偷方冷的指纹 还有逼你开除柴小姐 确实是我的错 我也早该想到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方列了 都过去了 我不怪你了 我不怪你了 那就是我会帮你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复合了 为了她 我会支持你跟柴小姐的 干嘛 我们认识这么久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喜欢她吧 你跟她 我跟方了 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的安排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让我跟小区在一起 就能为您扫清障碍了对吗 话也不能这么说 其实我一直都希望你能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现在好了 只要我们联手 大家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别说了 亏我还以为 你是真的拿我当朋友的 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太喜欢我哥了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你什么意思 我是在帮你啊 我用不着你帮 靠算计和手段得来的东西 我不稀罕你 好 还有 从今天开始 咱俩不再是朋友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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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加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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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小七呢 这就是 这都对饭了 对啊 怎么吃饭了 脸皮疼 听说我哥把你赶走了 你怎么还会来上班 公司没有把我开除啊 我为什么不能来 这么多人议论你呢 你再来上班 不怕被拓卫淹死 怕什么啊 这是我的工作啊 我又没有犯错 任何人都没有权能让我走 而且我进公司 是因为方冷才进来的 我在因为方冷离开公司 那我不真宠我围着他转 我才不要呢 小七 有时候我发现 我真的挺佩服你的 真的 我上楼吧 我跟你一起 这个帮我转交一下 好 谢谢 这是你 方总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等等 方总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 是你自己说过的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